每次我回家 我開門 我看我的二者這包來去 戴裝Hello Kitty的衣服就 這是我家吧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當時有想打太太嗎 不是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我的小朋友 我沒有給他買過衣服 我們全部都是接收別人穿的衣服 那因為 我全部我小朋友的衣服 都是林木傑的小孩 剩下來的衣服穿過 然後他可能不能再穿了 我們就穿他的衣服 就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們是女兒 我們是兒子 會有不一樣 妳會看到STAR 穿個Hello Kitty這樣的嗎 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連那個還小 再大一點點 可能例如說兩歲 他會走路 當然兩歲就不會 只是我覺得現在小朋友大很快 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花這麼多錢在衣服上面 可是我覺得男生跟女生穿的這樣 真的是台灣人的父母 我真的獨有會這麼做 因為我到公園去 帶我小孩去玩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其他人的小朋友 就叫我的小朋友 叫哥哥或叫姐姐 有一次我都看到一個 短頭髮穿海賊王的一個 哥哥 你知道 我就說 你跟哥哥說Hi 然後我說 你跟哥哥說Hi的時候 那個小朋友就這樣 然後我小朋友就說 哥哥 然後他就一直這樣 然後我覺得這個小朋友 怎麼那麼沒有禮貌 我們一直跟他打招呼 他都一直用眼睛瞪著我這樣 我就講了好幾次 他就說沒關係 哥哥現在可能不開心什麼的 後來他媽媽來了 他媽媽就說 他不是哥哥 他是姐姐 那 我說姐姐 因為他 我看他穿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哥哥 不是啦 因為他頭髮太長 太熱 我們就把他剪短頭髮 那剪了短頭髮 長得像男生 我們就給他穿得像男生一樣 我就覺得 短頭髮 也應該可以穿像女生一樣就好啦 你知道 所以有點性別不分的感覺 你知道 特別是我的 我老婆的媽媽 我的二次的阿媽 她覺得在家裡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有關係 她上次也是給我 我兒子裝粉紅色的褲子 我跟阿媽說 請你不要 因為是女兒的 不要 但是阿媽說 我們在家裡是褲子 我 阿媽這個不是褲子 這個是粉紅色的褲子 那我們看一下陸卡的 陸卡的板子 這個 收金加喝浮水 你有碰過這樣的情況嗎 對 我 我說不了 小愛一哭 台灣的老人家都說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是說到驚嚇 說到驚嚇 可是我覺得 他們都說 哇 我叫你們 都去收金 你知道收金 收金 對 收金 可是跟褲子 喝那個東西 是褲水 褲水 褲水 褲子 怎麼可能喝那個東西 是 跟褲子 我覺得很奇怪 對 但是在你們自己的國家 你們有沒有覺得 你們自己有特殊的育兒習慣 是跟台灣不一樣的 其實我媽媽她是印第安人 所以就是 她可能有她 自己的懲罰是 比如說 我們小時候 如果我們說髒話 我的媽媽 會帶我們去那個洗手間 然後她會開水龍頭 然後她開水龍頭之後 他們會把我們的口 在那個水龍頭旁邊 然後她就 我會拿肥皂 放在我們的手裡 對 洗一下 對 因為我們說髒話 然後她會把我們的口 那你這樣 肥皂水不會喝下去嗎 要吐 要自己吐掉就對了 是 吸 漱口 漱口 對 要漱口 對 吐出來應該是泡泡 對 是泡泡 但是很噁心 很苦 對 就是因為她不要 我們一直說髒話 對 再來呢 就是我的媽媽 應該我差不多五歲 她就讓我進去廚房 因為她是很台灣的爸爸 媽媽會把他們趕走 但是我媽媽她就幫我 她教我怎麼是開水 比如說你加水 然後你開那個火 她教我怎麼煮煎蛋 這麼煎蛋 然後她也教我怎麼煮麵 因為我現在小孩就兩歲嘛 她現在因為我每天早上 要負責帶她 那我發現帶她 那你就要陪她看故事書 聽她講什麼什麼 跟她講一些話 跟她唱歌幹嘛 可是有時候 你又想做事情 你想要洗菜 你要切菜 你待會兒要煮飯嘛 那就不能兩千其美 後來發現一件事很好 就我叫她搬一個小椅子來 然後站在我旁邊 幫我一起洗菜 譬如說洗一些什麼青椒啊 什麼 這些比較不會壞掉的番茄啦 這些 她可以慢慢洗的 那她就會慢慢在那邊洗 然後我在做菜的時候呢 我就叫她把椅子搬過來 叫她站在那邊看我做菜 然後她就覺得有火 我會慢慢跟她講 這是火 這鍋子很熱什麼的 但是也會發生 因為她才兩歲嘛 那有一次她就看得很過癮 因為我發現這個時間 就過得很快 因為她陪著我 她也玩到了 她也看到了 可是有一次我在炒菜的時候 因為炒那個甜椒跟那個蛋 就那個甜椒掉了一塊 她就很好心說 我幫忙啊 就去拿那個甜椒 拿起來以後呢 她就直接把它丟到鍋子裡面去 但是小朋友不懂 她一丟的時候 她手就放在鍋子上面 唉唷 馬上就拿起來 這邊就是一個水泡 然後就開始哭很大聲 說痛痛這樣 然後 可是那一個禮拜過去 那水泡就好了 其實恢復得很快 可是她永遠只要站在那上面 她說 這個痛痛 她知道 她會記得 台灣人很喜歡用保姆 那現在在瑞典 我們是沒有這個行業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國民所得又沒有你們高 對 那因為我們現在說我們的 我們是覺得小孩 小孩保姆啊 我們覺得小孩小的時候 他的 你最重要的是要給他很多的愛 然後要就是陪伴他 然後跟他一起玩 跟他一起長大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想失去他長整的 他增長的這個每一個階段 看到他會翻整 他會翻身 他會開始坐 他會走路啊 站著這些 我們就是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珍貴 應該要跟他一起共渡 對 沒有咧 但是走路啊 我們每天晚上回家 我第一個就是要跟他一起玩 要一起看他 所以辛苦的自己老婆啊 他變得全程都要帶小朋友 可是至少是有一個人啊 都會看著他啊 這個最重要 雖然瑞典的福利會有關係嘛 因為像說我們有 480天的孕育假是可以領嘛 所以我而且這個是爸爸媽媽 對 一年半是可以用的 然後就是要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你跟小孩一起長大 這樣子 都聽你們講 你們國家育兒的方式非常好 有沒有台灣的育兒方式 是你們覺得很不錯的 有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東西是說 台灣人很尊重 很重視家庭 然後你們有孝順 這種東西 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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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種東西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難道在瑞典就沒有孝順嗎 完全沒有